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桃园大园举行市民活动中心与森林公园的动土典礼 将幅园辽阔却闲置30年的旧炮镇地营区 重新规划 提供当地民众更好的活动空间 实现地方多年来的愿望 大园区一处旧炮镇地营区 占地约一公顷 却闲置长达30年 在当地居民成情多年后 终于在5号上午举办动土典礼 未来规划营区内建造五全市民活动中心和森林公园 造福民众 我在就任市长之后 跟国防部的军备局协商 终于完成土地的拨用 那么这个炮镇地有一公顷左右 那么我们预定要设置全市民活动中心 除了里民活动的场所外 政府也规划建造日间照顾中心 并活化部分营社 提供当地巡守队与老人会使用 另外市长也预计将旧炮镇地营区 美化成森林公园 预计在今年底完工 另外大约有2800台坪左右的旧炮镇地的营区 我们会进行这个生态文明的重建 那会把它重建成为普全森林公园 那我想可以让这个普全森林公园 变成是一个清土附近的一个绿洲 这块土地原为国防部军备局的闲置营区 当地民意代表们从民国92年开始 便积极争取要活化营区 如今总算动工 也完成当地居民多年的盼望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桃园市政府从民国104年起 就推动健康幸福家庭补助计划 不仅帮助近4万个家庭顺利产下婴儿 同时也让桃园市的生育率居六都之冠 对此桃园市政府也将持续推动生育补助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多加利用 年近40岁的李小姐站在台上 分享自己的怀胎经验 并感谢桃园市政府所提供的 健康幸福家庭补助计划 让她即使身为高龄产妇 仍然可以生出健康的宝宝 而桃园市从民国104年推出补助计划 也成功帮助38,262个家庭 第一胎的时候有洋磨穿刺 就是有多2000块 就因为涉及在桃园 有这样子的福利 就是真的很感谢 然后第二胎的部分 因为我也是高龄 然后又认成高血压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也感谢就是合约的中医师配合 那可以让我就是调理饮食啊 然后运动 然后顺利的在38周 就是主月产下我现在这一个宝宝啊 政府有要合约的合作 中医的合作 那我们就去养胎 那才有办法真的顺利的 让我们二宝可以顺利的生下来这样子 桃园市政府推动健康幸福家庭补助计划 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 不仅提供民众婚后孕前健康检查 同时还有第一孕期母血糖尸症筛检 样莫穿刺补助 人工生殖补助 中医助孕养胎调理等服务 期望要减轻民众的负担 那有六项计划 包括婚孕前 跟这个孕后的健康检查补助 包括这个糖尸症的筛检 包括我们的中医的 这个助孕养胎的计划 那也包括我们的人工生殖的补助 那我想让很多年轻的家庭 可以求子圆梦 那而且我想这个计划 也可以让所有的家庭 可以这个幸福多一点 负担少一点 那总经费其实一年 我们只运用了这个三千两百万左右 那有五十二家 这个合约的医院来参加 桃园市从民国一百零四年起 不仅生育率居六都之冠 同时也是六都当中 银额数成长最多的城市 对此 桃园市政府透过赤资 约三千两百万提供生育补助计划 借此要完善民众的生育需求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多加利用 为了促进社区融合 长庚科技大学特别举办 龟山健康乐活论坛 更引进世界咖啡馆的概念 让参与者可以频繁地跑桌 与其他组别进行互动 共同为自己社区关注的议题 进行提案与讨论 来到大纲里活动中心会发现 有五桌近六十名的民众 正在互相讨论 这是由长庚科技大学所举办的 龟山健康乐活论坛 与学区附近的八个礼合作 共同为自己社区关注的议题 进行提案与讨论 那我们这个计划的重点呢 顾名思义就是友善食农健康乐活 因为嘉义这个地方 跟我们的桃园都有农村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食安的问题 能够好好的去重视 而且从食农教育切入 在大学端小学端 甚至到社区所有的里民一起 那再来就是健康乐活 因为学校是健康照护的学校 所以所有的计划 跟里民的互动 都是以健康乐活 作为我们最大的一个共同的前提 本次论坛分为上午与下午两个部分 其中更引进了世界咖啡馆的概念 参与讨论的每个人都会频繁的跑桌 目的就是希望所有人 都可以接触到五个不同的议题 巴格里的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里民志工 一起来参与论坛 告诉我们 他们希望归山未来的发展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愿景 设计五个议题 然后让里民能够去跑桌 然后再加上了 NPO组织 社会企业的 这些的单位的团体 当我们的桌长 来协助我们 把每一个里民 他们想要对于这个议题 想做什么的议题 把它统整起来 社区营造的议题 在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 长庚科技大学 本来就是以照护为主 希望能将此概念 带入到社区 倾听在地居民的声音 而非只是在办公室讨论而已 期望让社区注入更多的活力 记者游家宇桃园报道 再带你来看 桃园荣民之家的 越来社区 长照机构 可以收拖失能 失智 身障长者 共16名 日间照福员 为了要协助长者附建 亲手制作了48款的教具 不只训练长者的手眼协调 还能重温年轻时光 来到越来 日间照顾中心 会发现里头有很多有趣的教具 而这全部都是出自于 两位照福员的巧思 一共有48款的教具 包含指尖 投篮 怀旧钓鱼 小游戏等 让长者们在训练 手脚协调力之余 也能玩得尽兴 设计理念呢 是借由我们大脑的顶部刺激 增加那个手部运动 及上臂的活动 那还有整夜的刺激 那我们的教材理念 取材理念呢 是希望运用废弃物再生 活化其价值 借由游戏结合生活赋能 让长辈们的身心功能不退化 不同以往直接买来的教具 日间照顾中心主任表示 照福员会先了解 并体验长者的需求 再去设计相关的教具 等到长辈实际使用后 借由观察与鼓励的方式 去训练长者的手眼协调能力 还能重温年轻时光 那这里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距离性 目标性的头圈圈 所以它可以刺激的是 长辈的一个手部精细功能 以及上臂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视觉对焦 色彩对焦的部分 所以这个的发想呢 其实让长辈 除了可以不能实体去 一个夜市之外 我们可以在桌上行的部分 让他有参与 这些一个头圈圈的概念 桃园目前一共有28家 日间照顾中心 而巴德地区也会陆续增设 预计年底全桃园市可达到40家 这些各式各样适合长者的教具 都是照福院的小巧思 希望让长照的环境可以更加好 也让长辈可以过得更开心 记者尤嘉宇桃园报道 行政院农委会鱼业署为了要保护 慢鱼苗的永续发展 订定每年的11月1号 到隔年的2月28号 是唯一能够补慢苗的时间 不过桃园沿岸受到环境的影响 不仅慢鱼苗的数量大幅减少 更影响到渔民的生计 让渔民苦不堪言 后措港渔苗般的渔民 无奈地说出自己的心声 因为辛苦不捞一整晚的慢鱼苗 除了捞到海漂垃圾以外 真的是捕不到慢鱼苗 桃园由于受到海流影响 不仅慢鱼苗数量大幅减少 同时也让渔民直呼真的很难过 现在我们市民 大家都很辛苦 在这里放冬 不知你捏 捏都这栋捏 两三个月我尊重没半个月 五六个月十五个月 到过年过去 没几天而已 漫年去就终掉了 我们的生计又没有了 如果好温 好温一天捏到七十几月 换上午回来 一天大概 一个晚上大概两千多块的工资 有说不一定喔 有时是两夫妻一起来喔 不是他个人而已喔 他们太太过来带佣佣 我们太太过来带佣 带佣 两三条 如果做三五条 说一遍 说一遍 老婆回来吃一碗 泡米 新政院农委会 漁业署 为了保护 漫渔苗的永续发展 因此订定每年的11月1号 到隔年2月28号 是唯一能补漫苗的期间 不过桃园沿岸 因为受环境影响 导致漫渔苗要到12月 才会回流桃园 而这样的情形 也影响到渔民的生计 是环境台湾的这个狭场的环境 是状况而定 能从这个漫苗期间 所预延长到3月31号 但是呢 一月鼠回文 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 那不同意的话 真的是移民是非常的伤心 刚好12月才有疫苗来 那其他的地方 有的是11月份就到了 但是我们在这边呢 北部这边 是12月份才有疫苗 那等于说 其他的地方可以补4个月 那我们在北部这个地方 才只能补3个月而已 所以希望说 我们继续跟鱼业署来沟通 在这个漫苗补漫期间 一样都是4个月 但是可以调整时间 桃园市议员许其万 在接获民众的澄清后 虽然立刻发文给鱼业署 希望能将补卖鱼苗的时间 延后改为12月1号 至隔年的3月31号 不过鱼业署 并没有答应鱼民的陈情 对此 市议员许其万 也将持续跟鱼业署沟通 希望要协助鱼民度过难关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各位族人乡亲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园市议员简志伟 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明年的8月1号 原住民族日 志伟曾徐道 我们到桃园国际棒球场 来举办一个原住民族棒球主题 嘉年华 弘扬我们原住民族 最美好的传统文化 我们一起来去看棒球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桃园 桃园 赞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餐鱼 桃园越来越好